麻酱烧饼 麻酱烧饼是一道常见面点,以面粉为饼,芝麻酱为馅 麻酱烧饼含有多种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特别适合三高人群食用 准备面粉300克 加入酵母粉3克 加入细砂糖14克 食盐3克 加入无味植物油38克 清水206克 搅拌成团 揉到面团光滑又弹性 松弛20分钟 麻酱95克 芝麻油10克 食盐2克 加入花椒粉和十三香 根据材料的稀稠加入一些面粉 搅拌均匀备用 准备熟芝麻 准备熟芝麻适量 老抽2克 糖浆或者蜂蜜8克 加入清水5克 加入清水5克搅拌均匀 将松弛好的面团擀开 尽量擀薄 将麻酱均匀地涂抹在面片上 卷成卷 左右向中间叠好 然后再对折 松弛20分钟 松弛好的面团 继续擀成大面片 越薄越好 注意不要让酱料侧漏 依然要卷成卷 越紧越好 切成均匀的九份 可以看到层数已经很多了 将两端切口收紧 并向下收拢成圆形 全部做好后刷糖液 沾满芝麻 放入烤盘 烤箱提前预热 180度中层烤至25分钟 可以适当盖上锡质 以免烤糊 成品外皮略酥 内力轩软 喜欢的加关注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